与夕阳同框的这架是苏凯三十 中共官媒日前特别释出 而他也是近期共击平越海峡中线 最常出现的击中 对岸8月10号宣布完成联合军事行动 转为常态组织战备警循 越线行进却从未停止 有当路方能够打破现状 并且获得一个新的平衡以后 他不会再回去原先的平衡 来看看多猖狂 8月11号五方征获21架次 共击越线的旧有11架次 8月12和13号越线有16架次 三天下来总共27架次共击越线 共建更有18艘次 这个时候我们用比较密集的巡逻密度 让他知道这个时间 我们已经在这个区已经卡好位 否则的话大概没有什么 别的办法可以用 点名目前只能靠 先抢先应模式有效驱离 尤其中共意图打破的是 不承认台海是国际水域 以及海峡中线存在的默契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把焦点放在 中线以东到我们林街区的这片海空域 继续维持我们在这个区域的海空征询 不能够让中国大陆还有外界就认定 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前院 专家认为国军应该要开始为林街区可能发生的擦枪走火 提前做好准备 这对美方表示会派舰艇数周内穿越台海 专家认为有别于户区大部分在中线以东行驶 建议美舰可言中线以西 否定你对台湾海峡管辖权相关的诉求 另外的话也可以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中国大陆说 你不要中线默契 他也可以不要中线默契 接下来就把球丢给中国大陆 美舰通过的频率也会是重点共军借陪洛西访台为由 对我进一步威胁 目前就看美台如何接手应出 TVB的新闻廖广斌 刘婷婷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